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车后看着也许是被杨子的笑声感染了开玩笑式的吐槽了句 姐姐不是要做个书女的 一听到这话杨子立马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 还没有说话 黄小明就很机智的对大家说 杨子确实是书女不过是书云的那个书 这一下把车上的人都哈哈哈哈逗乐了 没想到我们的黄教主有如此皮的一面 但也有网友说黄教主说的不对 杨子现在是人生赢家 事业顺风顺水哪里输了呢 对此你们有什么看法欢迎留言